中信兄弟球星林志胜 在去年10月3號面對腹磅漢將的比賽當中 因為刨壘導致左腳踝仍帶斷裂 球技提前報銷 經過開刀治療後 目前的復原進度相當良好 已經開始進行簡單的激勵訓練 我現在腳的狀況 其實基本上開始慢慢把角度要練回來 然後做一些徒手的訓練 讓左腳踝的力量回來 這一個月幾乎在做 上個月前兩三個月是 先做一些物理治療比較多 因為可能比較常發炎 然後因為你走路走久 可能還是會不舒服 那現在有好一些的時候 就是做一些激勵訓練 單腳蹬的力量 一些大腿的力量 然後讓他慢慢的連結 回首上個球季 林志胜原本備受期待 能達成生涯300轟的顯赫里程碑 沒想到接連遭遇嚴重傷勢打擊 不僅全力打僅以三轟作收 各項數據也寫下生涯新低 而目前預計能在4月康復歸隊的大師兄 新球季最大的目標就是要變得更加強壯 當然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受傷 因為去年說真的這兩個受傷 其實對我影響還蠻大的 一個是手指頭跟腳踝 那今年手指頭也好了 然後現在腳踝也在慢慢的復原 那我希望在好了以後 可以更強壯的去面對未來的比賽 那如果想要達到什麼成績 大家都希望我達到300轟 那我盡我所能 然後身體健康情況下 我希望你可以達到大家的期許 我覺得還蠻平常的 因為這就跟剛打職棒一樣 要準備迎接第一站 準備迎接第一支拳頭 或者是什麼 現在只是累積多了一支 多了一兩支 所以心情其實沒有很大的起伏 就是很平常的看待這樣子 即將邁入生涯第18個球季 已經累積286支拳內打的臨時勝 未來每次出賽 都是挑戰歷史記錄的機會 不過對他而言 最重要的還是保持健康 維持初心 盡情享受在球場上 打棒球的樂趣 我愛提新聞 采放報導